有这么一座桥 它穿越云海 傲视峡谷 它用无人飞行器 牵引仙岛所过江 它用火山灰 作为混凝土外掺剂 这座震惊世人的 山区悬索桥 究竟是如何建造的 欢迎收看科技之光之 云中之桥 位于青藏高原 东南部的横断山脉 因横断东西间交通而得名 古有鱼公移山的励志故事 而在中国的西南边陲 勤劳智慧的宝山 在体力和脑力交融下 创造了又一个 足以流传百年的奇迹 宝山龙江特大桥 宝山是古人类发源底之一 至少在三千多年前 宝山就已经存在部落国家 正是这长期凝聚的人类智慧 以及人类对出行条件的 刚性需求 应运而生了 这座亚洲山区最大跨境的 钢香梁悬索桥 他宛如两条昂首云天 藤云架雾的巨龙 飞越陡峭崖壁 穿行在白云飘飘的云雾中 刘德静是土生土长的腾冲人 也是这座大桥修建的参与者 五年前 当他得知要建造这么一座桥时 思绪犯钱 作为一个本土的土生土长的腾冲人 有幸参与到这座桥的建设当中 非常的荣幸 当然也有压力 因为毕竟在我们山西 而且是在强正地区 修这么大的一个超千米级的 特大跨境的这种悬索桥 那么在我们营南 之前没有陈述的这种经验可以借鉴 我国山区的悬索桥有不少 那么这座桥究竟有什么特别的 竟然能够被称为是亚洲最大的山区悬索桥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总长2470米 离江面高度280米 最高的索桥顶到江面470米 这些数据是不是非常的震撼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座大桥可是直接建在火山和高烈度地震带上的 云南西部的腾冲地区 是最受青睐的旅行目的地之一 它位于世界瞩目的阿尔卑斯山 喜马拉雅山构造带 处于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 极具脸具的结合线上 而龙江特大桥就位于 卢水瑞丽瑞滇腾冲两条地震带的交汇处 地震活动非常频繁 据统计 自1458年以来 腾冲5级以上的地震有89次 而进场区4.5级以上的现代地震 就有8次 距离桥位区较近 对龙江特大桥场地的最大影响烈度为7度 那么我们在桥梁设计的论证的阶段 我们是做了很多关于抗震的这种实验 做了世界上首例的这种前桥模型地震模拟实验 按1比500的比例 在重庆这边做了这样一个实验 在设计之初 设计人员在设计理念上还发生过一些冲突 在采用钢箱梁还是钢横梁 是否设置人形道等方面进行了反复研究 然后当时我们做了两个方案 一个是钢横梁的方案 另外一个是钢箱梁的方案 那么通过验算 还有通过我们的成本分析 还有通过我们的这种结构论证 最终确定的是这个钢箱梁方案 既然结构方式确定了 那么接下来就要施工了 众所周知 龙江特大桥区域地质情况极为复杂 加之腾冲进入雨季枣 雨季持续时间长 腾冲按锚定伸基坑开发方量 达到100万立方米 锚定边坡地质为全风化花岗岩 其在丰富的地下水浸泡 和雨水冲刷的作用下 遇水成泥 在开挖防护过程中 不断发生边坡塌方 开挖绝境工作变得非常困难 一时之间 刘德进和他的同事们 也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可是如果没有办法 在规定的时间内 实现腾冲按锚定基坑封底 一旦到了雨季 那么到时候 10300立方米的锚定混凝土 胶筑完成的时间 也将推迟半年 这样势必会影响到 整个大桥的通车时间 这该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首先要制水 就是把整个裸露面 采用8公分到10公分的 这种喷射混凝土 把整个的裸露面 把它封闭以后 在我们喷射混凝土 实施之前 我们采用这种 网状的这种弹簧排水管 然后把边坡的这种金水 地下水把它往下移 在我们的作业平台面上 采用景点基坑降水 然后再把水抽排出去 锚定是悬索桥的 主要承重结构 要抵抗来自主缆的拉力 并传递给地基基础 因此要保证一座桥梁的安全 锚定是否稳固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在锚定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过程当中 非常容易出现开裂的情况 而通常的做法 就是在混凝土中 添加粉煤灰 以降低水化热来控制温度 可是云南省以水力发电为主 粉煤灰产量低 腾冲及周边地区 就没有粉煤灰出产 尤其是雨季期间 供应难以保障 这可怎么办呢 我们云南的粉煤灰 主要集中在 滇东北这样一片 粉煤灰 拉到腾冲这边的印记 也超过一千多公里了 而且数量很少 粉煤灰 用了一小段时间以后 我们也想了一切办法 就考虑到 参配火山会这样一种 够相 腾冲位于云南省宝山市西部 地处欧亚大陆板块 与印度大陆板块交汇处 地壳活动活跃 带来频繁地震 剧烈地震又引发火山爆发 火山喷发停止后 熔岩冷却 形成了无头的山 火山 腾冲是世界罕见 并且是最典型的 火山地热并存区 方圆一千平方公里 有九十九座火山 八十八处温泉 也因此被誉为 天然火山地质博物馆 因此腾冲的火山灰资源 非常丰富 品质也很好 虽然刘德静和他的同事们 想到了阴地取材 用火山灰来代替粉煤灰 可是毕竟二者是不一样的物质 以前也从来没有这样的尝试 那这种想法可行吗 那么有了这个想法以后 我们就在实验室里边 做了标准实验 配火笔实验 做了大量的实验以后 它的强度 活跃性 还有就是它的流动性 这样一些指标是非常好 而且成本也很低 龙江特大桥为单跨双塔钢箱梁选索桥 主跨长度达1196米 是目前我国高寒山区 跨境最大的钢箱梁选索桥 面对这么长的跨度 和如此复杂的环境 仙岛所牵引的问题 成了又一个困扰大家的难题 刘德静说 他们考虑过用常规的办法来操作 但是都被专家们一一否定了 因为不论是用直升机牵引 船舶运送 人工拽拉 还是火箭抛制等方法 输送先导索 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各种问题 那接下来究竟该怎么办呢 采用我们无人飞行器来牵引 我们想到了这个方法 同时做了成本分析 也和这个成本比较低 再一个我们在正式实施之前 也做了几次的这种试飞试验 弱点比较精准 而且比较节能环保 用无人飞行器来牵引 先导索过江 这在桥梁修建史上 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更不要谈操作的成功率了 可是就目前来看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只能试一试了 施工人员试着用无人飞行器 拖拽着直径两毫米过渡锁 由宝山岸塔顶缓缓升空 所有人的心都随着飞行器的升空 而紧紧地旋着 经过三分钟的飞行 无人飞行器最终顺利抵达 腾冲岸塔顶 细细地牵引绳 将大桥东西两岸主塔 连为了一体 无人飞行器 它牵引了两毫米的 这种高枪韩国斯 从宝山岸到达腾冲岸以后 宝山岸那边又置换 进行有效连接以后 采用减氧机拽拉 那么第一根仙导锁 就算置换完成了 仙导锁施工 标志着大桥施工 由下部结构 转为上部结构 抛送仙导锁后 就可以架设空中便桥 开辟主缆各桥面施工工作平台 选锁桥由于其超强的跨越能力 良好的抗震性能 以及清醒美观等特点 以越来越成为 特大跨境桥梁的首选 目前世界上 跨境超过1000米的桥梁 都以选锁桥为主 主缆是选锁桥的主要承重结构 被称为选锁桥的生命线 主缆锁骨架设精度 直接影响选锁桥的承桥质量 及使用寿命 是选锁桥施工的关键工序 而龙江特大桥的锁骨架设时间 竟然只用了43天 相比原主缆架设方案 整整提前了57天 至此 宝山到腾冲 再也不需要绕行盘山公路 真正实现了 从宝山往返腾冲 一个半小时经济圈 老人频频走丢 子女如何应对 是什么让关系紧张的母女 和好如初呢 科技之光正在为您播出 禁足大妈的生活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增加 年轻一代在外打拼 家中老人无人照顾 儿女不放心其独自出门 是很多家庭正面临的问题 为何一根拐杖 就独顺了李阿姨家 这本难念的经呢 李阿姨 你不知道怎么让你出来了 原来她不让我出来 现在有拐杖了 她让我出来了 哦哦哦 好嘞好嘞 李阿姨退休多年 却依然嫌不住她那热心快肠 没事就喜欢去领里串个门 饭后散个步或跳个广场舞 年过七十的李阿姨身子还算硬朗 但从去年老伴去世后 也逐渐变得力不从心了 走几步就需要休息 可这一天 李阿姨与大女儿发生争吵 妈 我还是给您请了保姆吧 我还能干得动呢 我不要 你钱多少的 你今天都已经走丢了 明天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我该怎么办呀 不会的 我今天不就走得远了点吗 你就是嫌我麻烦 我不要 面对母亲的强硬态度 张女士是既生气又无奈 想起上次母亲走丢 就让人十分的后怕 那次的突发走失 让全家人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正在加班的小女儿 收到陌生好心人的提示 你好 哪位 在哪里 好好好 我现在马上过去 得知母亲走失的消息 快马加鞭地赶过去接回了母亲 一路埋怨母亲的任性 同时又为自己的失陪愧疚 母亲好出门走动 又常忘带手机 在这种无人监管或陪伴的情况下 还怎么能放心她独自出门呢 老人走失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了寻找走失的老人 家属往往要耗费大量精力 找到了心有余悸 找不到就是举家悲痛了 这类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 给警方带来不小的工作量 走失的老人通常以老年痴呆患者居多 老年痴呆病又名阿尔茨海默病 据中国阿尔茨海默病协会 2011年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病率高达6.6%以上 年龄每增加5岁 患病率增长一倍 我们经常见得到 每年都能够见到很多老年人走失了 实际上都是老年人痴呆的一些表现 他早会回不了家 还更严重的 在家里他找不到厕所了 还没有一个办法 目前能够阻止老年性改变 真的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了吗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愁眉苦脸了整夜的张女士 在四日下班后 竟是夺着轻快的步伐 喜笑颜开的回到家中 发生什么喜事了吗 这个是小爷爷给你买的拐杖 李阿姨和张女士 愉快地讨论起来拐杖的用法 嘴角不经意地泛起了笑容 没有想到 僵局这么快就被这新玩意儿溶解了 第二天下午 李阿姨迫不及待地带上 这只稀罕的玩意儿下楼六弯 一路上听着音乐哼着小曲乐在其中 不知不觉中 李阿姨已经走出很远 这一天 在上班的小女儿 接到了一条定位短信 紧急情况 不会是诈骗短信吗 可怎么是妈妈的号码呢 打开信息 才想起来原来是妈妈的拐杖发出的警报 紧接着又传来一张图 这是哪里呢 李阿姨却被眼前的警报声惊呆了 一头雾水 不知发生了什么 张女士马上打开拐杖的摄像功能 看到画面里的母亲一脸茫然 一下扑痴笑了出来 妈妈在镜头前 您没观察 似乎在拐杖上找些什么 这时候 她才放心拨通了妈妈的电话 她悬着的那颗 害怕母亲再次走丢的心 总算是落了地 跌倒报警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 是加了重力感应器 一个六轴的传感器 还加了一个触控开关 这样一来 母亲出了门 可以看到她的定位 不用担心她走丢了 在家里 也可以看到她在做什么 有了双重的安全保障 着实让张女士心中踏实了不少 年轻了一代 茁壮迅猛的成长 令人欣喜 而父母们衰老健忘的速度 也着实让人担忧 李阿姨是幸福的 毕竟有个孝顺贴心的女儿 在时刻关怀着她的出行安全 而我们是不是也该反思反思 是否为家中老人的安全 提供了良好的保障措施呢 子女的一份孝心 一份爱护和关怀 才能让老人的生活 更有安全和保障 更好的安度晚年 家和万事兮 有老人才更安心 糖尿病病人 糖糖色变 面对甜食心似猫抓 那么一小口的蛋糕 到底对血糖有什么影响呢 科学实验为您揭秘 今年18岁的小陈 患上糖尿病已经两年多了 当记者问起她患病原因时 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大概初二的时候 16岁 当时一下吃的特别多 然后经常喝水喝的特别多 然后经常上厕所 去医院测了一下空腹的血糖 然后发现比较高 糖尿病是一个严重威胁 我们身体健康的 慢性的代谢性的疾病 糖尿病长期存在的高血糖 导致各种组织 特别是眼 肾 心脏 血管 神经的慢性损害 功能障碍 近年来 它的患病率 在我国呈现一个 颈喷式的增长 并且开始年轻化 病患的年龄越来越小 以前比较喜欢吃 后来就比较控制了一天 然后就按照那个量 控制了吃 不有一段时间不习惯 所以还靠自己控制了 说到这里 可能您已经猜到了 小陈患病的原因 一直以来 小陈比较喜欢吃甜食 而且量很大 从不忌口 加之运动量又少 久而久之 糖尿病就找上门了 大多数人被诊断为糖尿病 是从尿常规检查中 发现尿糖增高 进而补查血糖 餐前数值大于等于4.0毫米尔每升 或者餐后血糖大于等于11.1毫米尔每升 两次以上就能确诊 糖尿病吧 是一个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一个慢性代谢性疾病 这个疾病呢 主要的那个直接的病生化特征是血糖升高 那么甜食既然容易让血糖升高 很多糖尿病病人就认为 甜食以后肯定是不能吃了 要与甜食一刀两断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在另一间病房 我们见到了39岁的楚先生 说起甜食 他是既爱又怕 自己患糖尿病 与吃甜食也是分不开的 单糖的话像我们的巧克力 水果糖里头 甜饮料里头 就含有这种单糖 不管是双糖也好 或者单糖也好 他们都会吸收得很快 对血糖的冲击会比较大 那么叙食到底是 怎么样呢 是不是真如刑主任和楚先生说的那样呢 我们通过一个实验 来验证一下吃完甜食前后的血糖对比情况 临床上 糖尿病分为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 一型糖尿病的病人 由于自身胰岛功能丧失 完全需要注射外源的胰岛素 来补充身体需要 所以专家建议 如果不是在低血糖等特定的情况下 最好不要吃甜食等含糖量高的食品 否则对病人的悲害很大 而配合我们今天实验的小陈是二型糖尿病患者 自身的胰岛功能还尚存一点点 而且最近半年多 小陈的血糖控制的不错 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值是 5.7毫摩尔每升 那么这类二型糖尿病的患者 能不能吃点甜食呢 我们准备了一块蛋糕 看到蛋糕的小陈非常高兴 能够吃甜食 是他患病以来的最大梦想 他有滋有味的品尝着蛋糕 虽然只吃了一小口 但是对他来说已经非常满足 那么 这一小口的蛋糕 对血糖有什么影响呢 邢小燕主任 建议我们一个小时后 再来检测血糖值 一个小时后 护士来到病房给他测血糖 很快 检测结果出来了 14.3毫摩尔每升 这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斤 比之前血糖足足升高了 8.6毫摩尔每升 这么明显的升高 着实让人震惊 看到结果的小陈也吓了一跳 更加坚信了与甜食 一刀两断的念头 那么 糖尿病病人 真的没有办法吃甜食了吗 从小陈的实验结果分析 二型糖尿病病人 在食用甜食等 含糖食品后 血糖值的变化 那多糖的话 当你进食以后 它要在胃肠道 然后逐渐转化为双糖 单糖 最后再吸收入血 那这个过程的话 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 因此呢 对于血糖的波动 血糖的风的冲击 会比较小 而且呢 这个主食里头 会含有这个膳食纤维 尤其是粗粮 含的膳食纤维是最多的 所以呢 它对血糖的稳态 它有调节作用 另外呢 还有这个微量元素啊 维生素啊什么的 所以主食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我们市面上卖的 那个一些点心啊 含糖的饮料啊 或者呢 水果糖啊 巧克力啊 这些里头含的 多半都是双糖 或者直接呢 就是单糖 比如说我们说的葡萄糖 那他们相对来说 吸收的速度要快 很容易对血糖造成冲击 像行主人所说 糖的种类很多 短时间内 食用巧克力等甜食 对血糖升高 冲击非常大 那么 是不是像楚先生那样 含有糖的水果以后 也要禁止了呢 水果的话 不光是色香 而且呢 还味美 它里头的话 不仅 当然呢 不仅会含有 这个葡萄糖啊 或者果糖 但是它含有大量的 那个可溶性的 这个食物纤维 另外呢 还有威士素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水果的话 还是可以吃的 但是一定掌握时机 很多人认为 糖不就是我们日常的 红糖白糖 还有吃的糖呢 其实 糖的范围非常广 它是一种日常的食品和调味品 它的种类非常多 像红糖 白糖属于双糖 还有葡萄糖 果糖等斑糖 另外 我们吃的主食 馒头 米饭等当中的淀粉 到体内后 也能转换成糖 很多人患糖尿病后 就是因为对糖的理解 存在误区 所以血糖值 一直控制的不好 生糖指数比较低的 这个水果的话 就是比如说桃子 或者杏 还有西柚 火龙果 猕猴桃 这个生糖指数 都是比较低的 另外呢 西瓜的那个 生糖指数 也不是太高 蔬菜的话 我建议啊 尤其是绿色的蔬菜 我自己觉得 基本上不用限量 对 因为蔬菜的话 含糖量很低 而且又含有大量的 那个膳食纤维啊 卫生素啊 什么的 应该鼓励吃 为此我们又请小陈 做了一个实验 来验证一下 我们为他准备了 二两米饭 然后对他的血糖 进行测试 餐前餐后的血糖 分别是 5.3毫摩尔美生 和5.8毫摩尔美生 这次血糖 仅仅上升了 0.5毫摩尔美生 波动不大 同样是糖 但是主食中 淀粉转换成的糖 它的生糖速度不大 所以食用过程中 还是比较安全的 虽然主食对血糖上升 影响不大 但是对于糖尿病人来说 也要注意量的控制 如此说来 糖尿病病人 也可以尝到甜头 比如说蔬菜 部分水果 主食等 它们的生糖指数不高 糖尿病人 没有必要 糖糖色变 与甜食完全隔绝 但是注意选择和食用量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然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改善生活方式 注意饮食 多运动 才能更好地控制糖尿病 另外 由于饮食结构发生变化 高蛋白 高热量等食物增多 糖尿病在我国的发病率 在逐年增高 更为可怕的是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成为糖尿病的潜在人群 所以 建立完善的糖尿病 预防监测体系 成为控制糖尿病的 重要工作之一 有机蔬菜怎么卖得这么贵 它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 吃这种蔬菜 到底有什么好处 它的营养成分 是否能够达到要求 科技之光正在播出 有机蔬菜值得买吗 家住武汉市区的李阿姨 一家过着温馨的生活 去年儿子结婚后 李阿姨就开始操心 儿子媳妇的下一代问题了 随着两周前 一个健康的胖孙女的降生 老两口别提多高兴了 李阿姨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 一心一意的想着如何把 洗衣服月子里的伙食搞好 孙女可是个宝啊 看着孙女热乎乎可爱的样子 老两口就开始琢磨着孩子的食谱了 当然安全是首选 这一边讨论着 一边就准备去菜市场看看 有机的肯定是 肯定是没用花肥的咯 肯定是花肥少点 农药少 农药不用啊 农药不用啊 还有什么野菜呀 估计也是没用花肥的 野菜是这样 野菜跟那个有机的话 好像还是有区别的 不知道这个区别在哪里啊 那是在野菜是自然生长的 有机还是好像是 有条件的 有条件的 它这个中菜人 它是通过一系列方法 中菜 干什么个标准 不清明 于是夫妻俩来到菜市场 寻找无污染的安全蔬菜 到了菜市场 他们发现 有机蔬菜的价格都好贵呢 以前听别人说过有机蔬菜 看看外观 甚至还不如普通蔬菜长得好看 价格还贵出不少 多花这么多钱 买有机食品 值得吗 李阿姨两口子有点犹豫了 你知道有机蔬菜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有机蔬菜应该就是 不加化肥自然生成的吧 其实李阿姨对有机蔬菜的困扰 和大多数人一样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市场上的食品也越来越丰富 蔬菜也不贵 但也有不少人 除了关心蔬菜的价格营养外 开始更加关心食品安全 市场上逐渐增多的标准 有机食品的蔬菜是不是就一定安全呢 味道如何呢 营养又如何 有机食品有一个有机生产过程 第一个我们要对产地环境比较认真 肥料方面我们用的最多的是有机肥料 有机蔬菜是直接与它的生产环境控制过程相关的 对于不同的生态环境生产控制长度 国家制定了认证各种食品级别的三品预标 三品是指无公害食品 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 预标是指农产品地理标志 鉴别真正的有机食品的方法 就是要看食品上是否粘贴有 由有资质的认证机构颁发的 有机产品认证追溯标签 但由于没有使用化肥农药等高效制剂 有机蔬菜在生产初期产量相对低一些 加之日益增长的劳动力成本 这导致生产成本提高 所以售价会高于普通蔬菜 这里是湖北厄州的一个通过有机认证的农场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的有机农场基地拥有完整的土壤 灌溉水空气的生态环境系统 有与外围有效隔离的缓冲隔离带 并且它的营养物质能够封闭式的持续循环 虽然是有机农场 但是每种有机蔬菜的认证 必须是逐一进行的 即使是在同一个有机农场生产出来的某种蔬菜 在它没有通过有机认证之前 这种蔬菜就不能够使用国家统一的有机产品标志 吃过有机蔬菜的人 觉得它好像比一般的蔬菜味道香 据说这是因为适用了有机肥 大家都有一个种感觉 就是有机肥 种植出来的蔬菜的品质更好 吃的也更香 而有机肥它里边含有丰富的钙玉瘤 铁蒙铜心等中微量元素 因此它的适用以后 能够使这些缺乏的或者潜在缺乏的营养元素都得到补充 它的品质就会更好 因此种出来的蔬菜它就更加的健康 看来有机蔬菜其中的营养成分应该和普通蔬菜区别不是很大 但味道好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 有机肥除了提供有营养价值的中微量元素以外 它还可以通过中和土壤的酸化来削减重金属污染源 这一点是适用化肥比拟不了的 大家都知道 平时用的化肥是为农租物提高其主要养分 氮磷钾的主要渠道 而有机肥中的氮磷钾往往还不如化肥来得更直接 那它是如何起作用的呢 我们做了很多有机肥和无机肥的对比 首先有机肥它能够提供比较全面的均衡的营养 第二个适用有机肥以后能够有效地改良头脑 提高头脑的保水性能 组屋根系抓得更深 更好提出养分 第三个就是适用有机肥以后能够给微生物提供养分 更好地抽进微生物的活性 抽进头脑的转化 从我们协会的掉粘的情况来看 这个头脑里面还是吹烧大量的有机成分 有机质成分 也导致了一些品质 一些头脑的板结 这么一些线线的出现 这种土壤就是酸化板结后的结果 家住武汉周边云梦县 靠种菜为生的龙大伯德地 长期是适用了化肥 几年前土地开始酸化板结 菜苗开始发育不良 家里的收入也受到了影响 12年去屋梦县的三斤化蛮重 大量实行那些化肥和生积分 中十亩四十亩了 它不发根 那个问题蛮严重的 大量使用化肥往往会导致土壤板结 土壤板结主要是由于使用化肥后 土壤有机质含量减少所造成 在有机质充分的前提下 即使长期适用化肥也不会破坏土壤 那么龙大伯的土地还有救吗 那么维生物的活动 它能够产生国土国样的煤 国土国样的一种方向化合物 这是为什么用有机肥 种出来的瓜果蔬菜风味好 因为是维生物的功能 那么土壤里边的维生物的作用 和我们肠道很相似 我们肠道的维生物 和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我们离开了维生物 离开了这样一个结构平均的维生物 土壤也找不出好的庄家来 原来有机的奥秘在这里 维生物和有机肥 帮助维护了土壤环境和作物生长 同时弥补了由于停止使用化肥 造成的部分产量降低 生产成本高等不利因素 我们看看这包从龙大爷地里取回了土壤 科研人员首先进行 维生物菌种的扩种繁衍 然后再经过了接种 试管培养 摇屏培养 发酵罐菌液生产 以及与有机肥混合打包等过程后 才生产出含有特殊功能 生物菌种的生物有机肥 这就是改良后的土壤 各项指标均正常 龙大波的土地有救了 通过更精准测量土地参数和农作物分析 科研人员为龙大波制定了 包含功能微生物菌种 有机肥化肥的私人定制配方 看到龙大波板结酸化的土地成功逆转的例子 人们不禁要问 我们何不全面试用有机肥 全面推广有机农场呢 这难道不是最佳的选择吗 虽然有机蔬菜不使用人工合成的农药化肥 但因其对于一些贴然的病重害 没有较高的抵抗力 且当前缺少相应的替代防治技术 与植保投入产品 有机蔬菜在这样的环境下 特别是在生产初期 农业生产系统稳定较差的情况下 很难大规模地稳产高产 甚至个别病重害产生的毒性 可能会比适用化肥杀虫剂还大 因此完全排斥人工合成物 全面追求纯有机 并不一定能够达到人们期望达到的效果 从肥料学的角度上来看 化肥并不等于有害 有机肥并不等于无害 其是二者利弊并存 关键在于趋利避害 我们现在农业推广部门 主要是推广车斗配方式肥 实行这个有机肥与化肥的配合使用 这样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的 农民的盲目思肥的习惯 通过探索有机蔬菜的奥秘 我们现在明白了 种植有机蔬菜对保护环境发挥的正能量 部分研究表明 有机蔬菜的营养会与常规生产蔬菜基本一样 但味道和口感会更好一些 并且蕴含了较高的环境保护价值 同时随着科技的进步 规模化有机蔬菜的生产和越来越发达的物流系统 种植成本也会慢慢降下来 为绿色消费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对于众多像李安一样的消费者来讲 如果经济能力许可 买有机蔬菜不失为一个优先选择 除了可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获得更好的产品体验 还能在消费有机产品的同时 为保护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 胸腔也会进水 水从何来 胸腔进水会危及生命吗 且看医生如何变费为宝 化解胸水 科技之光正在为您播出专题节目 胸腔进水了 胸腔进水 怎么会呢 这应该是人们听到这个词的第一反应 对于胸腔进水 人们肯定是充满疑惑和好奇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胸腔为什么会进水 胸腔里的水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里是北京朝阳医院的呼吸科病房 医生正在专精知智地操作着 注射器 针管 导丝 一切都有条不紊 眼前一位老人安静地坐在凳子上 他裸露着后背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呢 消毒完后 医生将导丝从老人的后背插入 接着再将针管通过导丝 慢慢地导入老人的后背中 看着就觉得非常疼 可老人却很安静 没有发出一点点痛苦的声音 似乎被扎的不是他 没有啥感觉 疼吗 不疼 不疼 这抽烈这日子还算动 这也不是切烫不来 一抽就切就痛运了 老人在抽什么东西呢 而且是从体内抽出 我们仔细一看 发现导管中慢慢出现了黄色的水 一点点被针管抽出 接着就是一袋袋的抽 这黄色的水是什么呢 老人胸腔内为什么会有黄色的水 这水又是怎么进入体内的呢 老人会有生命危险吗 一连串的问题向我们袭来 我们都知道 胸腔是由B层胸膜与脏层胸膜 所组成的一个封闭性腔器 其内围负压 正常情况下 两层胸膜之间存在很少量 约1到30毫升的液体 起润滑作用 减少在呼吸活动过程当中 两层胸膜之间的摩擦 有利于废在胸腔内疏缩 可是 老人胸腔内的液体 明显超过30毫升 这抽出的一袋袋水 看着就让人觉得恐怖 试想 如果你的胸腔被注入这些水 你会怎么想呢 正常人胸膜有两层 我们叫B层胸膜和脏层胸膜 两层胸膜之间 有一个潜在的空腔 无毒有偶 在北京朝阳医院的诊室里 我们看到了老胡 从外表上看不出他的异样 但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焦急 不停地跟医生询问着 老胡为何如此焦急 什么事情让这么不淡定呢 老胡自己也不知道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只是感觉自己平时身强体壮的 怎么会突然气短 呼吸不畅 虐不过家人的老胡 来到北京肠医院检查 接诊的诗幻中主任 根据他的描述 心中已有了美目 决定先让他拍个CT看看 左侧肺结构是很清晰的 没有病变 右侧就可以看到一大片白茫茫的 这个白色的部分 就是胸腔底下所在 经过CT检查 我们清楚看到 老胡胸腔内已经进水了 当诗主任告诉老胡时 他还不相信 怎么会自己的胸腔内 怎么会进水 这胸腔内的水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老胡百思不得其解 正常情况下 有少量的液体 在人的胸膜里面 起到运滑的作用 但是没有胸腔基液 一旦出现胸腔基液 就属于病理状况 这种情况 就是胸水的产生 多过排出的机制的时候 就会形成胸腔基液 原来 进入老胡胸腔内的水 是胸腔基液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胸水 胸腔内的液体 从B层胸膜产生 由脏层胸膜吸收 不断循环之处于动态平衡 液体量保持恒定 当发生某种情况 影响到胸膜 不论是B层胸膜产生胸水 或是脏层胸膜吸收 胸水的速率有变化 可都可使胸腔内液体增多 也就是所谓的胸腔基液 那么胸腔基液增多了 会对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胸腔基液本身不是独立的病 对病人的转规 最影响最大的 不在于胸腔基液本身 而是在于引起胸腔基液的疾病原因 很多种疾病可以引起胸腔基液 比如说心脏 肝脏 肾脏 引起胸腔基液最常见的原因 还包括在我们国家 比如说结合性胸膜炎 还有恶性胸腔基液 几乎所有种类的人类恶性肿瘤 都可以到了中末期 都可以引发恶性胸腔基液 真相大白 原来胸腔内的水就是胸腔基液 是由于某种疾病产生的病理状态 它会随着疾病的加重而不断地增多 如果疾病不能根治 及时把水抽出来 它还会产生 并在胸腔内慢慢积累 大多数病人胸腔内进水 前期并不会有什么症状 所以也很难发现 胸腔基液的发现 一般不会是病人本身觉得有胸腔基液 他可能会觉得咳嗽或者胸闷 或者是呼吸不得进 都得去看病 然后在医院里面由医生拍胸片 由医生体格检查提示 再拍胸片发现的病人自己一般不会发现自己有胸腔基液 老胡是幸运的 因为他发现的窖草救人也很及时 那么既然发现了胸腔内进水了 接下来就是要搞清楚水从哪里来 也就是说老胡的胸水到底是什么疾病引起的 胸腔基液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病 而是一组不同疾病所出现的一种表现 实际上它有多种原因 所以对胸腔基液的管理 首先在于明确病因 再对病因进行对症处理 既然是对症治疗 就要弄明白这个症是什么 在经过传统的问诊和常规的检查之后 胸腔镜检查能让医生直观的看到肺的情况 而且根据需要还能加取病造肺组织进行活检 因此就成了解决对症的重要手段 老胡一听胸腔镜检查就有些抵触了 因为用有创的方法来诊断疾病 而且还在体内插管子让他有点担心 他询问施主任 看看是否还有别的检查办法 分析CD片子 施主任想到了老胡是结合性胸膜炎的可能性大 但也担心有其他疾病的可能 再结合老胡的诉求 他准备用白戒素细胞27 这个新的针对性强的诊断方法 来找到让胸腔进水的冤胸 常用呼吸科发现一个新的指标 可用于诊断结合性胸腔疾病 这就是白戒27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 这个指标的阳性率很高 甲阳性率很低 施换中主任和他的团队最新研究发现了 白戒素细胞27的变化意义 利用进入胸腔内的水进行判断 这样用原本废弃的胸水来明确的诊断疾病 对于老胡来说 既缓解了疾病的症状又找到了水的来源 可谓是一举两得 医生抽取了老胡的胸水 至此医生拿着抽取的胸水来到实验室 医生按照程序认真操作者 一个小时后 一份诊断报告出现在老胡眼前 老胡被诊断为结合性胸膜炎 也证实了施换中主任之前的判断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 门槛是591纳克每升 是诊断结合性胸腔疾液的一个门槛 这个病人的数值是1216纳克每升 也就是说他达到了诊断结合性胸腔疾液的标准 我们高度怀疑或者说临床诊断这个病人 罹患的就是结合性胸腔疾液 这就是白结二十七的临床意义所在 结合性胸膜炎的临床表现 它的临床症状主要是说病人可以出现胸痛 呼吸困难可以出现干咳 可以出现痰中带血 可以出现消瘦 可以出现倒汗 低热等 至此 我们也终于明白了胸腔内为什么会进水 水又从哪里来 胸水中的白结素细胞二七对结合性胸膜炎的诊断力很高 也算是将废水变废为榜了 而随着研究的深入 白结素细胞二七的诊断应用会更为广泛 最后 专家也提示说 结合性胸膜炎是结合感菌感染导致了一种传染病 具有传染性 所以 一定要及时就医 及时治疗 出现症状时千万不要忽视 尤其当你的胸腔进水时 更要引起足够的重视